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这个作者的确是我本人 就是我写的这四本书 但是 请注意 但是其他的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 这几本书是林文信 也是我的一位学生 他帮我出版的 这个故事要十几年以前 林文信跟他的太太 几乎是半夜到我家 要求我把这四本书 这个在他们的出版社 他们的公司出版 要我签约 因为很晚了 我到书房去拿这个图章的时候 我太太就说不要忙 考虑考虑再说 我说既然是我的学生 应该不会蒙我的 不会害我的 所以我就同意了 把书房拿了图章 帮她签约了 那已经一点半了 半夜一点半了 所以我是同意了 出了这几本书 但是问题何在呢 大家听听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 这个书太小了 四本书的这个版面都非常的小 我的书是一个教学用的 等于英文讲的workbook 就是有作业的一种讲义 不是让你读的书 看的书 是要作业的 听老师讲了以后 要写作业的书 那么小 如何去在上面写作业 第二个呢 价钱太贵 不是现在 以前就是台币四百八 好像一本 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得到我的同意 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她出版了 另外呢 我们的合约上是规定的 三个月要结算一次 但是从她离开我家以后啊 就没有这个再到我家来过 也没有跟我打过电话 那当然这个三个月结算一次 到现在都没有一次 第一次都没有结算 就是不管你赔也好 赚也好 你的经营的如何 按理讲应该三个月结算一次 到现在一次都没有 可是她的书 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还在继续发行 还在贩卖 广告好像还蛮多的 所以 大家可以这个 评断一下 这几本书 跟我有什么关系 虽然是我做的 但完全跟我无关了 结果呢 我在这十几年来 背了很久的黑锅 很多人不谅解我 甚至于对我不满 我想对我不满 最主要就是这件事情 认为 翟老师怎么样 出了这么几本小书 要卖那么贵的价钱 死要钱 大概就这个意思了 那么我特别 向各位说明这几点啊 当然这几本书呢 这是我自己写的 《老王卖瓜》 自夸一下 一本乐理 一本节奏 一本和声 一本旋律 那乐理呢 几乎把这个主要的 这个音阶音程 三和元七和元讲完了 节奏呢 就是当代的流行节奏 和一般的节奏观念介绍了 和声 从这个同调和弦 一直到多调和弦 也都大概介绍了 旋律 旋律的分析 讲得很清楚 这四本 我想对学音乐的 都是很好的 进修的一个平台 那么 我所教的学生 大部分先让他 把这四课完了以后 再继续选别的课 那我在大学里面上课 也是开这个课 那他们要到毕业的时候 才上这个课 也要上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这四本书 对学音乐来讲 还是不错的 不过呢 就是他那个书 太小 不适合做作业 那另外呢 太贵 那我 特别教学生的时候 这个书从来没有要钱的 完全是免费赠送的 所以这点特别要 这个 各位网友 乐友 顶友 弄清楚 并且呢 向其他的朋友 能够做一个说明 那么如果有很多人 有兴趣的话 我想 我希望将来在大部分上 也能够重新出版这几本书 不过我出版的话 几个原则就是 版面一定要放大 到A市 将来写作业 比较容易 方便 很清楚 另外呢 一定要评价出售 就是 让学音乐人 都可以买得起 那么 来作为这个 进修的 这个资料 我希望 未来这几本书 能够 加会更多 年轻的 爱好音乐的朋友 那么这个事情 那么我已经 向各位说的 很清楚了 希望大家了解 翟老师 或者黑山 或者黑老 不是死爱前的 因为到现在 我根本没有拿到 他的钱 那我将来 卖这个时候 我要评价推广 也绝不会死要钱 大家放心好了 好 谢谢各位